要蠻多这种东西 等于你已经有一些公式存在 那你只要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特别之后 把它放到回圈里面 所以基本上我第一步就是 先做一个 假设你要把它变 输出的话 第一个就外面跑回圈 有没有 For I等于第四列 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最下面一列以后 也会不断出现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熟练 然后NAS 所以回圈有For有NAS 里面执行什么 执行到哪一栏 其实关键就Sales ID的哪一栏 这个是一栏 这一栏 然后I栏的话是这一栏 所以我输出这两栏 后面的话就把他的公式贴过来 做两件事就好了 贴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两个 所以特别说里面的一定是一个变两个 然后他的他的4变成I 所以他本来是这边是一个4 那我要把它变成I 有没有 4变成I 这样就这样 本来是4变成I OK 你把它熟练之后 大概就这样而已 说真的 以后就只有这两个应该注意的 光这两个你熟练之后 你可以变换出很多很多的这个花样出来 没有很多 这两个部分其实也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方法 如果你自己去坊间看VBA书籍 他不是这样 他们不是这样教的 我是找一个对各位来说是相对简单的 已经够简单了 不过对各位来说好像还是有点困难 如果你自己去看书那更是复杂 所以很多人看书看半天还是还是决定来上课比较简单 所以我现在重点是教你怎么把结果做出来 为主 至于那个理论部分的话 后面如果有讲到的 我们再来跟各位讲一下 不过当然时间有限 所以主要我们还是针对做的部分 跟各位做说明 那所以同样的方法 假如我们换一个东西 所以换个东西 那因为这一题呢你可以先把它关掉 然后把它储存一下 那VBA会跟着这个档案走 所以储存的话 他就会帮你把 VBA的程式存在这个档案里面 你不用做特别的储存 那再来的话呢请各位再去开启我们的其他练习题 其实这边有很多题 但是我们大概顶多讲个两题 大概两三题大概差不多 因为越后面越复杂越困难的 因为VBA其实它不只是能够解决简单的问题 复杂问题那也没问 没有 也可以升任 那接下来请各位开启这个 好像上礼拜有讲过 这一题就是151 截取瓜糊字串中 那所以第一个请各位 我们按部就班 第一个用函数来减 第二个用VBA来减 OK 然后VBA里面又分成制定函数 跟那个我们用sub sub又可以分成丢公式 另外就刚刚做的嘛 所以 如果你是在想不出好方法 丢公式一定是最简单的 那再来就想说 那可是我老师 我觉得丢公式好像太简单了 显不出那个VBA厉害的地方 那有没有办法 你再帮我讲一下 如果用VBA重新写的话 该怎么写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 开启这个档座 把这个B栏的 这个里面的资料 先帮我删掉 好 待会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先把公式做出来 里面会用到 第一个Find函数 Find什么呢 Find前刮糊 不过第一个没有刮糊 所以从这个开始 从B3开始 找前刮糊 找后刮糊 再用MID函数切割它的位置 帮我把资料带过来 如果没有刮糊会产生错误 再用ifl过滤掉 如果你真的不会的话 说真的工作 不会的话 你只能什么 Ctrl-C Ctrl-V Ctrl-C Ctrl-V 所以很多人每天都在 最熟的就是Ctrl-C Ctrl-V 当然我们现在绝对 不要这样做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把那个刚刚的题目 也许做一个结束 然后再开启那个151 截取瓜五字串的这个练习题 那一样我们会利用这个练习题 把前面讲过的东西 我们再稍微做一个复习 其实也都一样的 只是说换个范例题 然后我怎么样在这个题目里面 把我要的效果给做出来 所以待会151这一题 一样先用内建函数先试做看看 第二个的话我可以用VBA VBA可以按按钮 有没有 然后也可以制定函数 所以最好可以制定一个什么 刮糊自创函数 你给我一个资料 那我自动帮你把里面 如果你有刮糊 我就帮你把那个刮糊里面的资料 帮你抓出来 并且帮你丢到那个储存戈里面 那这样问题就简单多了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那个 VBA的程式写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 那未来当然每一题 每一题都有类似的做法 所以我们这些范例题主要就是 要不就熟悉Excel里面的函数 要不就是再来就进 进阶到那个VBA的程式撰写 一起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在这个151这边也有 题目档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这一个 或者是你直接开启 那个范例档案里面的这个151这一题 那首先第一个 我如果不需要土法链钢 那我该怎么做 当然你会需要 这一题会用到三个函数 那第一个函数是用FINE函数 所以你插入函数的话 找到那个什么 找到文字函数里面 记得在文字类的函数里面 找到那个FINE 往下找 FINE在这边 有没有 OK往下 F开头了 所以你往下找 FINE函数 他这边会告诉你说 什么呢 他可以什么某文字串在另外文字串中的起始位置 OK反正就是寻找了 他讲的太文言文了 OK 那FINE 特别注意哦 另外还有一个函数哦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search 其实你会发现哦 这他的叙述 虽然不一样 但作用一模一样 可是呢 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哪个地方不一样 大小写四为相同 那FINE的话呢 大小写四为不同 就区分大小写 所以其实FINE跟search 就是大小写而已 当然因为如果是中文字的话呢 就没有所谓大小写的问题了 所以其实你用FINE用search都OK啦 我以这一题来看 当然FINE比较短啦 所以用FINE好了OK 反正你也可以试试看用search啦 那首先的话FINE什么呢 FINE第一个 假设我用B3来列习 因为B2里面没有刮乎 那可能比较不容易得到我要的结果 所以我用B3 优标放B3 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先找A3 FINE test找什么 找A3里面 那 应该是 应该是 更正一下 应该是 FINE test应该是找什么 找那个 钱瓜阿虎 所以双引号一个钱瓜阿虎 WITHIN 在哪边找 在A3里面找 对应该是这样子 不过有时候这个去述 可能你要 要能够去明白他的问题 否则的话很容易做错 记得哦 FINE test指的是 你要找哪一个 哪一个什么呢 哪一个字串 或者哪一个关键字也可以 WITHIN 在哪一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OK 那我们就A3里面找 那STAR 这个有没有STAR NUMBER 有没有 意思是说从哪一个字开始 理论上预设是1 不过如果是1 第一个字开始找 那你就可以省略 可是它其实 未来如果说你有不只一个瓜葫 可能有第二个瓜葫 第三个瓜葫的话 那如果你要找第二个 你势必要找第一个瓜葫的位置 再加1往后面找 所以STAR NUMBER的话变成什么 你如果以后要找后面的瓜葫 那可能就是STAR NUMBER部分 你要让它找到第一个的位置 加1就可以了 不过目前我们一个瓜葫不用 这个空下按确定 好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FIN TEST 找到第三个 那再来的话呢 那我需要是什么呢 我已经知道FIN TEST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推理 所以其实我是建议你干脆 在旁边可以练习一下 第一个是前瓜葫 也许你可以分阶段 假设太复杂的话 你可以前瓜葫 然后这边后瓜葫 然后再来就是去切割 我喜欢 好那假设第一个 我们是找前瓜葫的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呢 第二个的话就是找后瓜葫的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后瓜葫的位置是 一样插入函数 一样用那个最近使用过的FIN函数 找什么 一样找那个后瓜葫 所以这边后瓜葫 然后去哪边找 一样去这个A13里面找 然后从头找 OK 那切割的话呢 插入函数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文字类的函数里面的MID函数 然后打一个M好了 MID 前面有用过了 确定 那TEST一样是去跟他讲说 那你让我切割这个 那STAR NUMBER的话是第几个呢 3 要加1 因为我不要从瓜葫开始 我要从瓜葫的后面一个字 那要几个字 要后瓜葫的位置 减掉 应该减掉前瓜葫的位置吧 对不对 减掉前瓜葫的位置 那他最后结果6 但是因为我这边又多一个瓜 后面有多一个后瓜葫 对不对 所以多一个怎么办 再减1 OK 有没有发现 第三届冠军就出来了 好 按个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其实其他的你可以向上填满 向下填满 为什么要向上填满 上面也要嘛 你会发现这两栏为什么 这边有紧质 紧质号通常是宽度不足 那没关系 我可以把这两栏选起来 中间点两下 他拉宽了 为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find 可是呢 你要给他的资料里面 他找不到的话 他就会出现紧开头的 其实在Esser里面呢 只要是紧开头的 就是错误讯息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给我的资料有错 因为我在里面找不到刮糊 OK 那所以切割的话 一样 所以这边向上填满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很快 只要刮糊都正确 但是呢 没有刮糊的就出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最后呢 我当然不希望说看到这个 错误讯息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 再插入函数 找到有一个 如何把那个什么呢 只要有紧开头 像紧Value 紧NA Not Available 紧REF 一堆有没有 你只要错误讯息 只要是你在工作表看到 只要紧开头那些错误讯息 你都不需要让他出现的话 就可以用过滤 那怎么过滤掉 很简单 逻辑里面 有一个叫 If 错误的话就 Er Er 如果说呢 假如储存格里面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就按确定 那我就把什么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给他 那因为有错误的话 如果没有错误 那就 像底下这个没有错误 他就照原来的方式输出 可是呢 如果他里面是紧开头的 那你请问一下呢 下面这个问题说 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处置 那我应该是不希望他出现吗 那把它变成没有 那没有还记得是什么吗 对 特别重要 两个双引号 不是空下来 两个双引号意思说 我要把那里面 只要是紧开头的东西清除掉 所以记得啦 以后如果你 以后的里面 假如看到很多错误讯息 你不想让人家看到的话 一样可以用这一招把它过滤掉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要把它向下填满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最后的结果就完成了 但问题来了 应该是要把这个东西放过来 那你总不可能说复制贴过来 选择性贴上吗 那再不然的话把这几个隐藏吗 好像不对 所以应该怎么样 你再把刚刚一 二三四四个动作 把它变成一个动作 四合一 OK 要怎么四合一 你想说哇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其实 教各位 其实以后像这种 一定也是 剪贴 我之前有秀过 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我的习惯是 先把什么呢 先把fine函数里面的公司 先复制一下 然后呢 移到这边 因为第三个是fine fine 第三个是mid 所以我可以 这个fine也是 这两个都是fine 所以我只要改一个地方 所以我 把fine先复制起来 再插入什么呢 最近使用过的mid 然后test一样是抓这一个 那star number的话 就是把我刚刚复制的fine 贴到这边 那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是 牵挂我的位置 怎么样 把它加1不就好了 那number choice是把后刮壶的位置 所以贴上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后刮壶 不叫后刮壶位置 减掉前刮壶位置 前刮壶位置不就刚刚那个东西 多一个嘛 减1这样不就好了 OK按确定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其实已经到第三个步骤了 不过呢 还缺一个步骤 没关系 一样的 把这个公式 再剪下来 记得不包含等号 剪下来之后的话 插入函数呢 找到最近使用过ifl 然后你就把刚刚的公式贴到这边来 下面改成双以后 按个确定 那你再向上 再向下 就OK了 所以我们那个最后的答案是这样做出来的 当然你如果没有那么厉害 一次可以做完 请你分成后面四个步骤 然后呢 再把它变成一个步骤 可以应该可以看懂 以后其实很多工作都这样做的 反正我的习惯是一二三四五六 反正十个步骤没关系 二十个步骤没关系 最后再慢慢把它拼拼臭臭 一直剪下贴 剪下贴 剪下贴 其实好像还是蛮容易就成功了 OK 所以记得那个要诀 Find前刮壶 Find后刮壶 再去切割 再用iflare过滤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也有 这个参考画面 你也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参考一下 那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要再来做那个